你好呀我是林白 今天要展示的是 最初始至王格弗雷的完美攻势 首先骨灰要带无头骑士陆提尔 无头骑士有两个特性和两个作用 他的特性就是一开始召唤出来 他就会直接往前冲 而完美攻势的第一步 就是要跟在他的后面 因为boss的目标锁定机制和我们是一样的 如果看不到我们一段时间 他就会解除锁定 然后锁定到骨灰上面 之后是鲁提尔的第二个特性 远距离攻击 无头骑士一接近boss之后 就会先用幻影枪做投资攻击 而格弗雷的AI接受到远距离攻击的指令 大概率就会使用从此踏地 必须在他脚踏到地板的一瞬间 才使用剑步伤砍 不然的话他接下来的攻击 会立刻转移到我们身上 看准后摇司机进行补兰 同时观察无头骑士的位置 接着要让场上的位置关系形成90度的直角 这样格弗雷以我们为目标 进行攻击的话 也不会离无头骑士太远 格弗雷离我们一定距离以上 攻击欲望就会变低 这时候他会慢慢的接近我们 同时我们要观察 无头骑士有没有进行攻击 无头骑士要攻击两次后 格弗雷才会转移目标 这时候就立刻跑到他身后 使用剑步伤砍 击中这一下 格弗雷的血量就会来到85%以下 这时候他就会使出固定招式 三连重创低板 第一下 翻滚后不要攻击 格弗雷抬起腿的时候跳跃重攻击 第三下 翻滚到他的面前 这样他大概率就不会使出位移招式 从而躲避我们的攻击 翻滚闪躲后立刻使出剑步伤砍 打出失衡状态后进行处决 打不出失衡状态的情况下 是来不及闪躲的 所以其他打法的情况下 请自行调整 接着格弗雷的血量来到60%左右 这时候他就会使出进入1.5阶段的固定招式 处决完之后 立刻和领料 再轻攻击一下 接着往后翻滚 请跳 重攻击 最后再接一下 剑步伤砍 好细节说完了 接下来是格弗雷攻势解法的总结流程 把这一段多看几次 格弗雷就很容易过了 召唤骨灰 无头骑士 露蒂尔 跟在无头骑士身后 跑向格弗雷 格弗雷冲刺的同时绕到身后 踏地的瞬间使用剑步伤砍 根据需要补览 让场上的位置关系形成90度的直角 并观察无头骑士的攻击 格弗雷面向无头骑士的同时绕到身后 格弗雷进行攻击的同时使用剑步伤砍 观察格弗雷是否使用固定招式 第一下躲掉 第二下跳跃中攻击 第三下翻滚后使用剑步伤砍 格弗雷进入失衡状态 进行处决 格弗雷将会使用进入1.5阶段的固定招式 喝零药 轻攻击 往后翻滚 起跳 中攻击 剑步伤砍 接下来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在这之后 就看你们的了 人系列 剑步伤砍 感谢您的了 感谢您的了